终于要吃上鹅肉了啊 好多人都说我欺负二弟啊 半个鹅就一个鸭腿啊 二弟吃 半个鹅就一个鸭腿 你们这些人怎么说的 我们俩关系不可能出来跑吗 还是我们压迫拿出来的 好吃吧 二弟 哈喽大家好 我是熊儿 来顺德两天了 一直忘记吃烧鹅了 然后今天找到一家 好像是本地人都特别喜欢吃的烧鹅 很出名 老店好 去看看 好多朋友给我们推荐烧鹅 今天终于要尝一下了 别说顺德的烧鹅 就是广东的烧鹅都很出名 有什么比较特色的菜推荐一下呗 烧鹅 烧鹅 鲜肉丛生菜 生菜吧 终于要吃上鹅肉了 阿迪的好多人都说我欺负阿迪的 那这个这半个鹅就一个鸭腿 阿迪吃 吃吃吃吃吃 半个鹅就一个鸭腿 你们这些人怎么说的 我们俩关系不可能出来跑吗 还说我们鸭腿拿出来 好吃吧 阿迪 我先吃了再说 烤鹅 这里的特色就是烤鹅 兄弟们 真好吃 这也太香了吧 他一口咬下去 许多东西别冒出来 也半点焦粉 很油 外面皮很脆 就是吃这个鸭腿 一口咬下去 肉跟鸭腿都包住了 就过一会儿就怕 明日鸭腿 看上去烤得很干 其实里面汁水很多 我们点了半只额是90块钱 价格还蛮便宜的 我看他这个烤得是在那边先分干了以后 然后进那个炉子里面烤的 这边是哪来分干吗 我看一下 我快熟了 我快就熟了 快点快点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 真的超级好吃 哇 这个鸭肉很饱满很紧实 这个是什么菜 以为了 兄弟们你们也来一口 嗯 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了 这个 吃不了了 吃不了了 今天没有白来 我们打车打了 你看看这个皮脆的 哇 看上去很油 吃起来其实也很多油 很多是它的汁水 就是特别香 看上去很肥大 吃起来不会腻 我们还点了一盆咸肉粥 这么一大盘居然只要20块钱 这个就是咸肉 一种小小的贝壳 小时候我妈会带着我去那个水渠里面去捡 有沙子的地方就很多 我来包汤很香 这个粥也很不错 顺德的鱼饼 好吃 吃 现在吃这么多就可以过去到慢慢吃 嗯 桌是不是太多了 多一点是吧 嗯 可以 哇 你们去哪里过来的 不见 姜苏 姜苏 嗯 这鱼饼也特别棒 口感软软的 里面有很多鱼肉 我们去看好像很多饭店里面都有鱼饼 应该也是这边比较有特色的小吃 这个叫做生财包 这是韭菜跟咸肉 刚才都是甜辣酱的味道没尝出来 这鲜肉非常多 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虎皮辣椒 没想到里面 尝了那么多好东西 里面就是鱼饼 特别好吃 我们点的是半只鹅 所以鹅头都是半只的 看得出来跟鸭的区别很大 上面有个罐 跟皮一样很脆 他是把这个鱼饼你看 贴在辣椒上面 这道菜非常发酸 然后肉里面是干干的 他这个鱼鱼鱼肉里面也很多水 今天我已经很努力给你们吃 今天这个烧鹅真的是惊艳到我们了 非常好吃 这次来广东真的收货太大了 天天都吃好吃的 今天这家老店的鹅肉真的是吃到爽 90块钱半只我们两个人吃也差不多够了 又好吃又熟慧 我和风哥已经爱上广东离不开了 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到这里咯 记得点赞点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